老花一开箱平时总有话说 你一天到晚三块五块的 你就不能弄点正常的吗 花大件下了 花了四十多从上海发货的一个 是欧十男啊 现在有的话 如果冬天了 我院子里面种点什么花还能开花 那欧十男就挺不错的啊 你要留下十几多 你就弄不死它 而且呢 它是挪威的国花啊 几个衣服啊 他这 他口罩干嘛呀 臭吧 不过呢 非常感谢啊 非常非常感谢啊 这个卖家有心了 给弄这么些口罩 你要是要说实话 这个就是咱们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这一包口罩一百块钱 好了 打开看一下 包装非常的用心啊 感觉很紧致的包装 你看这种 这种你稍微摔一摔的一点是没有 用到的是那种厚一点的真珠棉 不过要跟商家说的是一个什么呢 像这种真珠棉的保卫性会很差的 这种呢 保卫性真的很差 最好是用那种一面反光的那种 它的一个保温效果会更好一些 然后呢 我看里面他们大部分加一些那种黑心棉 就是类似于那种感觉 它会更好一些 这个保卫性其实真的很差的 不见得便宜 不见得便宜 好吧 一定要买保卫材质的那种 这个包装 而且呢我跟华尔美说一下 本节目呢 绿球真实 我是从全网随机抽选的 不接受任何人的抽资 有啥说啥 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所以说呢我希望我能 我能够在整个行业里面起到一个 促进的一个作用 没事的时候能够去监督 对吧 不过也有华尔会让我去评测一些 这个我也会去评测的 美呆了 beautiful 不过再给华尔说一下 跟那个刚才华尔美说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非常的耐寒 它这个保温性好与不好的 它动不死它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哇 这个东西非常的beautiful 非常非常的beautiful 大家可以看到吗 好了接下来继续做一个开箱 再说一下这个事儿 这个保温的这个事儿 人家这个东西弄来 可能不是为了保温 这个东西也不怕动 描情非常的棒 也是接近于满分的一个描情 不过咱们这个价格也是花到位了 你毕竟是45的一个价格 另外这个东西长的是比较慢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根性 都是这种毛细的一个根须 它是非常害怕积水勿根的 当大家一看到这种毛细根须的话 你一定要知道这种东西 只要一欧根就完 一欧根就完 就行了 好吧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 全部是这种很细的毛细的根性 就是说你当养到这种植物的时候 它跟杜鹃就是一样 大家一定要保持什么呢 你这个盆土啊 要排水透气啊 保湿性还得好 知道吧 要简单的get这个点 咱们接下来呢 就正常的一个入盆就行了 那首先呢 咱们就是一个入盆入土了 大家不过要稍微get一下一个点啊 就是一定要选择排水透气的 这样先比下一下大小 就很多话说我怎么选择一个花盆的大小 你从灌符上去看就行了 好吧 然后看这个协调性 我觉得这个大小是刚刚好 然后就是加一点土就好了 这话说老师问怎么换盆 你就下面加点土啊 是吧 你像这种很健康的苗情 你加点肥 加点底肥 你买个好一点的 我用的是花了多优质克力控制肥 你稍微再加上点土 你就往下埋 埋的时候别太深 要跟原来的那个土平面 要跟现在的一个土平面持平 接下来就往里边塞点土 像我这么操作换盆 是任何时候都可以 有的化入老生味 老外医我冬天能换盆吗 不是你 你非得冬天的话 夏天也行啊 什么时候都行啊 你这么操作又没什么事 好 咱们可以看到我现在的一个土平面 跟原来的土平面 是地本上刺平的 然后咱们把土塞紧一下稍微 不要太松 很多的化入就是种的松 你看 我如果不塞紧的话 这边会留很多的缝隙 就是把土塞实一下就行了 有的话 这个还问我 老外医我得塞多紧 我都不知道说啥 那天直播的时候 还是一个老花友说的 你自觉点 你塞的差不多就行了 我说你还打夯 这不是盖房子 差不多 你感觉自己挺紧实的 这个就行了 我说你给你提裤子 我让你把裤腰带系紧一点 你还干一句裤腰带系多紧 不掉裤子不就行了 这个东西不也有一个道理吗 你不空土 来来回回的不就行了 好了 多余的土不要留在 留在这个里面 给它去掉就行了 好了 种了 咱们就种完了 接下来再给大家好好 叨叨一下它的一个养护 其实它的一个养护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修剪 你可以看到 这样它有一些个 张牙舞爪的这种感觉 对吧 你等它开完花了再剪 剪的时候 就尽量的给它修圆一下 对吧 你像这种很长的 就像类似于这种很长的 过分长的枝条 也没什么花包的 你看呢 你可以给它剪掉 大概的就是这样一圈的 哎 这种慢慢的给它剪一剪 稍微控制一下枝条的长度 就是稍微剪一剪 别让它张牙舞爪的那么难看 那就妥了 那就妥了 你看 稍微剪一剪就行了 这是一个要修剪 你要不修剪的话 这长得到处都很长 它没那么圆了 再一个呢 就是像冬天的时候呢 它并不害怕冷 大家都可以 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考虑室外 你像零下10度以上呢 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在夏季高温 或者说在室内有地暖的臭宝们啊 您一定要了解这个事 它对于这个 卖高温能力来说呢 它就是有点很一般了 你像一般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呢 大多都是放到树荫底下 稍微的呢 凉快一点去过冬 还有一个家里边有地暖的臭宝呢 你尽量的别直接放地上 哎呀 别放暖气片上 你别认为它怕冷 它不怕冷 放到你们家冷一点的地方就行了 光照呢 像现在这个季节 如果说你们家里边都比较冷的 可以晒一晒 夏天的时候 对一避 嗯 这是光照这块 焦水这块永远记住了干湿循环 干了就焦 不干不焦 好吧 你像我们这个干透了焦透 好多话说干透了我焦不透 干透了焦不透 扔桶里边泡的 干了就焦 不干不焦 干透焦透 用土的话 我用到的还是那种优质的泥炭土 我们家也有卖 好吧 这个土万变不离其中 嗯 然后呢就是说用肥 用肥的话 我用到的花乐多 克里克苏肃 一百天左右来一次就行了 我这个得到明年了 到明年再去给它用肥料了 得到明年三四月份开吹的时候了 好了 非常的哇塞 非常的简单的一个养护 也是以后呢 每个视频你都可能会看到它在我的身边 非常不错的一个花 描写呢也是接近于满分 综合得分95分以上的商家 你看到了吗 其实便宜的东西 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跟华文说 我说最贵的就是免费的 越便宜的越贵 你看看 你多花点钱 你自己再多花点钱换个盆 你这种 嘎嚼就不一样 金钱的气息 好了 这盆花呢 会在我这条视频 点赞评论和转发里面送给大家 好了这盆花呢 又不怕冷 我也挺喜欢的 本来想打算跟我几天 那么呢 我就签上我的名字 写上日期 然后送给大家了啊 在这条评论和转发里面 我让我们后期给大家颁布开讲的一个结果 今天是1月7号了 2022年了是吧 1月7号是吧 啊 怎么写啊 新年快乐 开心 每天都开心嘛 祝花肉每天开心 开心一天天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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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是又完蛋了 写上老花仪 亲笔签名 宝贝爱你某某达 这个呢就给大家就翻出去了 大家没看到这儿的 反正就寒不留休的 也忘点赞评论分享和转发是吧 他们只要看到的 基本上都能有机会获得 好了 到时候别忘了把那个结果给他们 白了白了白了 我是老花1 养花这转意